当天夜里,江城他们的房间中突然闯进了一名黑衣人,紧紧地捂住了江城的口鼻。 嘘,小声点。 小师叔,你这是别绕了外面的巡逻的人,被发现我们全都完了。 好,江城他们只能安静地点了点头,默默地望着魏无羡说道,云梦将是公子还休息,真的早啊。 算了,他们这么早休息,我也好回去早点休息了,也不知道小师叔那边怎么样了。 要是还是和上次一样说那么重的伤的话,师祖岂不是要把我们给剁了? 那名弟子看着西灯的那间房之后,默默地在那里说着什么之后,淡淡地走了。 呼,走了,魏无羡把手从江城的口鼻上拿了,下来之后看着他们说道, 今日多有冒犯,还请恕罪。 小师叔,你为什么在这里啊? 还有,你为什么要躲着他们啊? 还是我来说吧,他受了伤,而且是一种很重的伤,上次因为他受了很重的伤之后, 很多弟子因为见到他的伤而受到了惩罚,所以他只能隐瞒自己受伤,不然的话,很可敌。 那些弟子又要受罚了,这次去清平镇,发现有一半温室的人正在屠杀百姓。 当时我们的人来不及,去救公子的时候,公子是一个人杀了接近三千人的人, 以至于他受了这么多伤,当我们赶到的时候踪,公子强撑着等我们到来。 伤好了一点之后就立刻赶了,回来之后,发现已经门禁了, 他只能无奈躲进了你们这里,还请见谅。 一名黑衣神秘人说道,三千人,你到底是有多重的伤? 不必说了。 魏无羡的眼神顿时怒视着,看着那名黑衣人说道, 然后走到了窗口之后,对外面喊一声。 陈晴,谁知打开窗口之后跳了下去, 却不是把一个百玉如雪的箫掉落在了窗口的附近中。 公子,你受这么多伤,你能够回去吗? 放心,我还坚持得住。 摸了摸胸口处的某一个东西之后,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,顿时惊吓了一番, 让陈晴赶忙转头回去。 众人发现了魏无羡回来, 并且问他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。 一只箫,是这个吗? 江城指了指旁边桌子上的一只白玉箫说道。 多谢,绝灵箫,又不听话了, 你再这样我可不理你了。 无奈的语气,对着那只箫慢慢地说道, 那只箫仿佛动了一下, 不知道是不是江城他们看错了, 很快魏无羡又消失了, 他们还来不及跟他再说一句话。 这一次,下面没有人接着他, 因为魏无羡让他回去了。 魏无羡紧紧地捂住那只带着伤的手臂, 脑袋有些发晕,分不清方向的魏无羡, 迷迷糊糊之间来到了一间房, 带着淡淡的玉兰花香, 一鸣看起来很温柔, 但是脸上看起来很吃惊地按着突然闯进来的魏无羡,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, 直接地叫出来。 小师叔,你怎么来了? 魏无羡并没有给蓝西辰说话的机会, 只是紧紧地抱住了蓝西辰昏睡了过去。 蓝西辰的心在了一刻, 扑通扑通地狂跳了起来。 就这一夜相视无眠, 蓝西辰一直紧紧地望着魏无羡, 那天晚上蓝西辰没有睡着, 手不知所措地放在了魏无羡的腰上, 他不知道为什么, 就是想要保护眼前这个人。 这是命定的吗? 还是说自己对自己的小师叔心动了? 第二天卯时时分, 你怎么在这儿? 疑惑的眼神, 看向了一旁的蓝西辰说道, 不知道为什么一睁眼的时候, 就看到了蓝西辰就在自己身边, 难道是他自己跑到自己的房间吗? 小师叔, 昨天晚上你突然闯进来, 所以今天早上你才会看到我的。 好像是这么回事, 思, 魏无羡手臂一阵发疼, 紧紧地捂住那受伤的手臂, 蓝西辰发现之后, 扒开了那只手臂伤患之处, 对他细心地说的, 小师叔, 你还是别去了, 我在这里照顾你。 谢谢, 将药粉涂抹在伤患之处的时候, 蓝西辰的心一阵又一阵地发疼, 不知道为什么, 总是感觉眼前这个人, 会是他一辈子的伴侣, 他忍不住地想要去心疼他, 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陪在他的身边, 这是命运的纠葛, 还是说就是前世的羁绊。 他蓝西辰究竟怎么了? 难道是生病了吗? 可是生病不应该这样的, 总是无时无刻地想要去注意着眼前这个少年, 尽管他比自己的年纪小, 尽管他都是一副老来自, 还是忍不住地想要去关心呵护着他。 蓝西辰心想, 命运或许不止如此, 也许是我上辈子亏欠了眼前的这个少年吧, 让我这辈子来偿还对他的亏欠。 二, 要不, 你还是去上学堂吧, 不然很容易被发现的。 好, 我去上课的话, 你能够照顾好自己吗? 小师叔, 蓝西辰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魏无羡, 不知道自己走了之后, 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。 笑话, 魏无羡可是十多年都在外面住过的, 他又岂会照顾不好自己? 蓝西辰的担心是多余的, 可是魏无羡的心在哪一刻动了一下, 不知道为什么魏无羡的心在那一刻动动了一下, 仿佛因为眼前人的关心, 我心软了, 他承认眼前人是好, 但是, 却也免除不了他曾经对自己的伤害, 尽管自己心软了, 尽管自己总是在对自己说, 你不要心软, 你如果再心软的话, 他们便会无视你的存在。 可是, 心动的感觉真的会容易消失吗? 他的眼睛睁大大的望着蓝西辰的时候, 不知道为什么, 总是能看出眼前这个人眼中的倒影是自己的那一刻时, 他承认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眼前的蓝西辰了, 明明是他们曾经伤害过自己, 为什么要自己心软了? 可是现在有他, 为什么又要对自己这么好呢? 记忆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该有多好, 这样就不会记得曾经他们有伤害过自己的, 可是又时不时要想起过去, 他们对自己有多好, 但是现在他想放弃了, 可以吗? 小师叔, 究竟发生了什么? 你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? 你身上还有伤吧? 把衣服脱了, 我给你涂, 我还是不去了, 毕竟你有伤在身, 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。 不, 不必了, 就是那一刻, 魏无羡的脸红了, 他微微地撇过头, 不再看向蓝西辰, 可是脸上的红润, 骗不了蓝西辰, 蓝西辰清浅的笑意, 闯进了魏无羡的耳朵中, 魏无羡有些恼羞成怒地看见了他,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, 就这样怒视着看向了蓝西辰的目光, 但是就这样盯着他, 却一不小心陷入他温暖的眼眸之中, 蓝西辰静静地, 看着他笑着笑着, 他的眼睛里全是魏无羡的影子, 全是魏无羡恼羞成怒, 嘟着嘴巴看向他的样子, 他开怀地大笑了起来, 他真的想不到, 平时这样不怒自威的小师叔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, 小师叔的修为很神秘, 甚至所有人都不知道, 他究竟修到了何等境界, 可是看着眼前如此可爱的小师叔的那一刻时, 他真的想说, 小师叔你如果像往常一样的话, 没人敢接近你, 但如果是眼前这个样子的话,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愿意接近你吧, 去救人了,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地杀人, 当我赶到的时候, 已经有很多人都被遇害了, 我拼尽全力地想要, 护住每一个人的时候, 总是有人在打扰我, 最终我把他们全部都救了下来, 在那一刻我觉得, 也许救人是一种快乐, 但是用另一种方法救着他们, 却认为你在杀人, 你不是在救他们, 你是在害他们, 魏无羡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之中, 他的声音充满着颤抖, 但是他的话却比往常多了一些, 魏无羡似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, 但是兰西辰你静静看着他, 仔细分析着他的每一句话, 他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人, 明明救了人为什么不开心, 还是说他救人的方法是错的吗, 没有人会在意的吗, 可是, 他不在乎, 他只要眼前这个人平安, 那么一切都值得, 兰西辰不敢想象, 魏无羡前几天去救人的情景, 是那样的着急, 但是临走的时候, 还是吩咐着他们, 让待客的人来给他们上课, 他也在意着他们, 生怕他们错过一课的时间, 想让他们学习自保的能力, 但同时也要学会, 他们不在他们的身边的时候, 要如何自保, 魏无羡总是在担心别人, 却从来都不会在意过自己, 眼中的苦涩, 深深地印在了兰西辰的眼里, 兰西辰不明白, 为什么这样的魏无羡, 还是不能够让所有人喜欢他, 明明做的已经够好了, 他已经在努力了, 也许人就是这样吧, 需要人的时候, 毫不犹豫抛弃自己的尊严, 不需要你的时候, 随时都有可以弃你而去的可能, 兰西辰, 就这样照顾了魏无羡一天一夜, 将他所有的伤都涂满了药, 当那一刻拔掉魏无羡衣服的那一刻的时候, 他真的好受, 速度就像皮包骨一样, 肤色很白, 就像洁白的雪, 很白很白, 就像是根本就没有吃什么饭, 但是身体却依然有肉的样子, 每一道伤疤, 每一道伤在他的身上, 看着就会让人心疼的感觉, 魏无羡睡着的时候, 兰西辰悄悄地拔掉了他的衣服, 给他涂抹的, 因为魏无羡不肯让他, 给他自己抹药, 所以兰西辰只能出此下策了,